而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第一组的一场比赛中 目前在国际足联世界排名中 排名最高的亚洲球队伊朗队取胜得非常轻松 他们以5比0轻取了野门队 这也是本届亚洲杯开赛以来的最大分差 本场比赛伊朗队的塔雷米独中两员 目前和印度队射手切特里领跑射手吧